心动的信号5可谓是交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这一季不仅牵手率最高 而且嘉宾身高和学历也是最高的 除了孙星落单 其他人都找到了对的人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剧本 反正后续四对情侣都有亲密互动 就算做不了恋人 能处成这么好的超友谊关系也相当不错 除了雪球 CP还在磨合中 其他CP都是牵手拥抱亲吻三不悟 能不能长久先不说至少先享受当下 其中热度最高的莫过于预言CP和6万CP 这两对不仅私下关系很好 现实中也像是心有灵心一样 跟号组合告白夜穿的西装也很相似 连买的玫瑰花颜色也一模一样 网友一度以为两人是买一素衣一花两用 万一本身就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虽然结束了录制 他还是跟郭浩然重回小屋录个Val 巧合的是当天预言 CP也重回了小屋 一方面是为了收拾没有打包好的行李 另一方面也是想沉温下九个人一起生活的场景 这里充满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可是这一次没有聚光灯 没有了那么多摄像头 也没了滤镜嘉宾的颜值 都不同程度的暴跌 特别是聂小倩组合的两位女生尤其明显 李婉倩索性素颜出镜不化妆的她显得很憔悴 脸色没有光泽 似乎是好几天没睡醒了 眼带也有些明显 李婉双玉虽然化了妆 但没有滤镜肤色也显得很黄 没有了之前镜头前的光鲜亮丽 她拍和自拍果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不过这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 脱离节目的滤镜 反而更接近真实 虽然没有节目上好看但很舒服 更重要的是从今以后 不需要在镜头面前表演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担心物件 而之前在节目里温馨浪漫的心动小屋 这次再看也显得脏乱不堪 以前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拖鞋 如今没有规律的散落在地上 镜头扫过的地方垃圾几乎铺满了小屋的各个角落 和节目里的漂亮小屋相差甚远 可能跟嘉宾整理行李也有一定的关系 毕竟东西搬光这里都要拆了租这么大的场地 装修那么漂亮也完全是为了录制需要 现在节目录完了 大家也不会费心去整理 化妆间也是散落着各种化妆品和杂物 嘉宾之前睡得上下铺如今也是一塌糊涂 甚至连杯子都没叠就离开了 当天6万 CP收拾好行李 就匆匆离开 虽然郭浩然用了mini date 但在节目里还来不及用他说以后两人在一起 每天都是mini date这段曾经不被看好的感情 没想到下了节目后变得更甜 预言CP回小屋录了两个多小时 直到6万离开的时候两人还黏在一起录视频 但是录制时间这么久 目前也没有看到两人把视频放出来 这可能跟张根源冠宣后爆出的黑料有关 冠宣第二天就有前女友爆料 张根源是社交软件重度使用者 在节目里装单纯实际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后续张根源还被前女友爆出扣门 自己叫人家来酒吧喝酒 事后却要求人家AA 实在有点毁三观 不过AA这种事国人好像难以接受 但是在美国非常普通 张根源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四年的美国生活 可能已经习惯这种付款方式 既然一个愿意咬 一个愿意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至于社交软件重度使用者更没有什么黑料 当时单身用软件交友很正常 希望预言能挺过难关 用行动证明这段得来不易的爱情 至于社交软件重度使用者更新鲜的